老师提到就是YouTube字幕翻译的问题 它有两种 比如说像我这个方式的话 为什么我要取得字幕档 因为这个的话我就是希望 不要用自动翻译的 因为自动翻译难免会有错 或者应该这样讲 很多时候是中文 但是我看不太懂 对吧 它的语力上 那您看一下这里 我这个呢 Google的这个 在下面这边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那个 我把它停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字幕 对不对 那这个字幕并不是在做影片的时候 把它合进去的 因为YouTube本身也支援就是 你可以自己上字幕 你可以自己上字幕 那所以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把字幕档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用播放影片 那它就帮我转成文字嘛 我就可以汇进去了 好就可以混进去了 那如果说你想要自动翻译的话 在这一边 在这里 在下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我们在播放YouTube影片 在下面是不是有这个 好那因为我现在是字幕有打开 那你找到右手边这个 应该是这个 你进到这个 齿轮这边 对你进到齿轮那一边 上来 你看它现在是有字幕就是我放上去的 而且就是我准备的 那你点进去 有没有叫自动翻译 你可以自动翻译 比如说自动翻译的我们翻译 假设原本是英文的 你是把它翻成中文的 这边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翻成哪一种 像我要翻成英文 那这种是属于自动翻译的 那么如果说老师 你需要的是 比较清楚 你可以把字幕档下载一下 那么我的部落格上 我写一篇文章 是有关于就是 怎么样去下载 音乐的这个字幕档 因为以前有人有问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有去找 怎么去下载这样 我通常都是 因为有时候别人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可是我就会帮他稍微找一下答案 这样看看有没有 就是说担心说自动翻译不够精准 因为我们主要有一个专有名字 对专有名字 所以如果把那个字幕档下载下载之后 修改完之后 还可以再上 可以 但是那有一个前提 因为那影片不是您自己的 所以您必须要把那个影片 额外上传到YouTuber 那你才可以上传字幕档 或者是有些软件 一些播放团体是可以弄字幕 这些要问同学比较厉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常常看一些 然后下载字幕档 然后下载字幕档 有没有同学有干过这种事情 自己讲 他们就知道那个字幕档的重要性 因为没有字幕档他看不懂 就是说您如果是自己播也可以 你只要找到有那个播放团体 他资源可以外挂 就是把那个字幕档加进来的 那就OK 他就可以在 因为字幕档本身会有时间 就是那个字幕什么时候出现 什么时候消失 他会有时间的起气点 他就自动对到 影片播放之后就自动对进去这样子 有点像我们一般叫做那个 新闻里面叫做上稿机 就是我们新闻字幕下面不是有字幕吗 那个上稿机 那跟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改成用软体的方式来做 好 诶 刚刚那个老师有其他问题 那个那个第一个问题 是 就是说那个会议记录啊 或者是方看 你的主事稿怎么做 这其实网路上有人做示范 嗯 就是说他用那个比较慢速的 对 你如果是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录音笔 对不对 录音笔 你可以用比较慢的速度播 这也是一种方法 播了之后呢 你再把它念出来给他做语音辨识 对对对 你知道为什么 你答太坏了 对 我为什么我要先录音 因为我懒得再讲一次啊 如果我都是用刚刚那种方法 刚刚同学应该 或老师觉得刚刚那种方法 已经不错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小孩怎么教我 就叫不会 就是我讲的那一句 他就永远都 就好几次都听不懂 你会不会生气 也会啊 会影响你的情绪好不好 所以呢 我就反正我录一次 好 没关系啊 你听不懂 再播一次给你听 对不对 然后我就再播第二次 播第三次 那你会发现 有时候播第二次第三次 他变识就会提高一些 因为他已经有看过了 好 所以我就会比较喜欢用这样子 反正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提高你的效率嘛 对不对 减少那些重复性的动作 重复性的动作 就尽量让机器去做就好了 而且我也必须讲 我每次讲的都不一样 我不是逐字稿 我没有办法每次讲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只能录下 我就用录下那个版本 这样其实是比较OK的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